这个公主太坏了 明知今天是富汗迎娶草原第一美人的日子 故意在乘近路上设下埋伏 打算给新娶的大飞一个下马威 而叫中美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丝毫没察觉到危险靠近 就在这时 突然大群的蜜蜂袭来 迎进队伍顿时人仰马帆 新娘朵儿也被甩下马车 现场一片混乱 等每个人都盯了大包后 蜜蜂才散开 牙狂阿敏希望上前 查看主子的状况 他们疑惑为何会发生这般事情 公主莫连得意出场 骄傲介绍她是查哈尔的长公主 身份无比尊贵 朵儿今后默默无语 不想惹事上身 这时远处忽然传来爽朗笑声 随着而来 是一位劈头散发的中年男人 莫连直接迎上前叫富汗 此人正是查哈尔的可汗 他看着眼前的场景 当即询问发生何事 莫连恶人先告状 嘲讽朵儿有马车不坐 像个傻子一样摊在地上 可汗望向朵儿 一下被她的美貌吸引 急切走到她冰前 眼神直勾勾的盯着 嘴上夸赞 她果然是最美的女人 莫连听见后瞬间不开心 立刻言语讽刺 可汗见女儿如此无礼 温柔抱起朵儿 当众人面宣布 她将是查哈尔的大妃 容不得任何人欺负 莫连脸色顿时变得难看 待到富汗离开 又听见阿敏仗着主子的光 嚣张指挥其他人干活 她就更加讨厌朵儿 计划赛给她些颜色看看 这天阿敏路过连郎 见下人拿着贵重的木盒 立即拦下来 好奇询问是何物 得知是万金难买的千年人参 便马上要求把她给自己 下人连忙阻止 称这是要送给公主的 阿敏知道自家主子身体娇弱 需要这些好好补一下 就抢先拿过木盒 下人见状十分无奈 只能赶紧回去复命 莫连看下人空爽而归 心里非常生气 再一听说是被朵儿相走 愤怒起身 直接冲入房间 要去找他理论 莫连气势汹汹的来到朵儿面前 阿敏见状 连忙上前护住主子 怎料被他狠狠打一巴掌 朵儿当场震惊住 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却惹得莫连更加生气 以为他在半柔弱装可怜 低头看到桌上的汤药 莫连气愤斥责朵儿 现在他仗着富含宠爱 竟然敢抢自己的东西 正准备好好教训他时 可寒闯进房间 怒斥女儿不尊重大飞 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莫连觉得这次他占了脸 马上向富含反驳道 是大飞抢了他的人参 他在试了分寸 本以为富含会偏向自己 谁知他竟责怪莫连太孩子气 只是一根人参 自己才送他就行了 殊不知莫连在乎的是独一份宠爱 朵儿连忙道歉 并打算赔一个人参给他 花眼刚落惹得莫连大怒 伸出手便要教训朵儿 怎料被富含拦下 还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莫连摊在地上 委屈的泪水止不住落下 抱怨道富含从未如此对待他 心里更加仇恨朵儿 他嚎道大哭起身 愤怒地离开房间 次日朵儿在阿敏搀扶下闲逛 刚过了石桥 就与莫连迎面相遇 察觉到阿敏没给他行礼 便立刻提醒 谁知阿敏也是惹过惊 竟然仗着主子得宠 出言讽刺莫连 他正扶着主子 无法腾住手行礼 随即又说到 自家主子吃了人参后 气色变好很多 不得不说 阿敏口上人事 成功挑拨主子和莫连的关系 莫连强压怒火 一脸假笑 讽刺地暗示旁边丫鬟 以后有任何好的补品 都要先送给大飞 朵儿自然听出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但他不愿多惹事 便没做任何反驳 莫连接着说 希望他早日给富含带下子嗣 这样地位会更加牢固 阿敏不知分寸地接过话查称 他家主子受了恩主最多 自然很快就会有孩子 朵儿眼见阿敏在滚火 联盟出演阻止他 然后向莫连表示了歉意 接着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留下的莫连眼神变得异常狠毒 期待看朵儿悲惨的结局 于是下午命人给他送去灵芝 假意让丫鬟带句话 称可以滋养身体的 朵儿听后因为起疑 当即表达了歉意 阿敏以为莫连已经服软 立刻接过汤药 细心给主子喂下 使着朵儿胃里一阵翻腾 瞬间呜吐 喊着找大夫 最后将整件事告诉可汗 并暗示他有人下毒害主子 希望他找出真凶 可汗听后大怒 询问何人敢在自己眼皮下 伤害他的爱妃 阿敏立刻将矛头指向莫连 称他送来的汤药有问题 可汗想起刚教训过女儿 他竟不知悔改 当即要给他的颜色看看 朵儿本以为喝了有毒的汤药才有吐 谁知他因祸得福 被大夫查出已经怀孕三个月 可汗听后瞬间乐开花 慌忙走到床边 当场许诺只要他诞下儿子 要什么赏赐都行 与此同时 刚才来诊脉的大夫 已经出现在莫连的房间 见着丢下一大袋银两 立刻捡起来 并表达了谢意 莫连得知朵儿怀孕 非但没有生气 却更加开心 随上喃喃道 他们主仆现在如何高兴 之后便会哭得更惨 昨天大夫来请平安麦 片刻他紧皱眉头 连连摇头 旁边的阿敏急切询问 大夫缓缓起身 居然告诉他们 大飞根本没怀孕 只是月室来了 朵儿震惊不已 着急要找之前诊治的大夫 得来的竟是他已经告了还乡 朵儿先让大夫退下 他紧张与阿敏商量 打算向可汗说出实行 再料立刻遭到阿敏的反驳 从这会让可汗失掉面子 毕竟他已经告知各部落了 朵儿想了许久 也不知该如何办 阿敏提议 现在的情况只能先讨好可汗 得到他的恩宠后 再次怀上子嗣就行 朵儿没了主意 便答应了 阿敏见主子同意后 立即追上刚才的大夫 连忙给了塞去炎两 希望他可以守口如瓶 丝毫没注意 自己的所作所为 早已被墨连的贴身丫鬟看到 他嘴角忍无上扬 立马把这个消息 充斥给主子 并称一切都在他计划中 原来朵儿假孕 是墨连一手策划 他狠独期待着朵儿 失宠的那天 几天后 可汗在院中正与二这个通房调笑 朵儿在阿敏的搀扶下 往往出现 说是来请安的 可汗连忙迎上前 生怕累着朵儿 让他还是在屋里多歇歇 这样对儿子更好 阿敏赶忙解释 质量的运动 对腹中泰儿有好处 这是旁边通房 识趣的让朵儿坐下休息 可汗见他们一片和睦 非常开心 温柔的把朵儿扶到座位上 撑以后部落 就和他儿子继承 听着朵儿心惊肉跳 他示意阿敏离开 两人刚上了石桥 远远的就望见墨连 朵儿心虚的想要绕道走 此料却被他叫住 朵儿胆怯的转过头 询问墨连有何事 见他故意卖关 缓缓走上石桥 朵儿生怕事情败露 随之墨连路过他身边 刻意把他推下去 眼睁睁的看他一圈圈翻滚 直到昏迷在地 才觉得十分解气 随即装作好心 大喊着通知众人 大飞摔倒了 片刻朵儿被安置在房间 大夫正帮他诊治 旁边的可汗 已经等着不耐烦 着急询问孩子的情况 此料大夫当即跪地 直接说出大飞并未怀孕的真相 还把自己撇干净 称之前就已经沉测出 但大飞让眼瞒下来的 可汗听后眉头紧皱 抱着一丝希望 问朵儿 大夫说的是否属实 朵儿无言以对 身后的墨连赶忙起步 称富汗宠错了人 可汗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怒火冲冲地离开 一屋子的通房都在看笑话 墨连更是开心不已 脸上挂满笑容 朵儿只能承担撒谎的代价 悔恨的泪水不停滑落 殊不知这都是墨连的圈套 之后朵儿日子更加难过 他去花园散心 一军通房迎面过来 言语中满是嘲讽 要是下次大夫妻再怀有身孕呢 千万离他远点 然后有说有笑离开 阿敏立刻劝慰主子 让他看开些 谁知话音刚落 墨连兴冲冲出来 污蔑他们背后说富含坏话 阿敏胆怯着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毕竟现在主子已经失事 墨连依然不打算放过他们 举起鞭子 用力抽打阿敏 依次给朵儿些教训 阿敏痛得大声求饶 可他却没停手的意思 朵儿在旁边一直求情 但也没有任何效果 晚上可汗醉醺醺醺的出现 抬头瞧见朵儿 立刻怒斥他 害自己空欢喜一场 接着就言语侮辱他 朵儿吓得呆愣远处 生怕一句话惹得可汗更加愤怒 之后他的日子越发难过 朵儿拿起身边的匕首 打算了结生命 他流着泪 用力地滑向手腕 片刻就昏迷过去 直到丫鬟来送茶 发现倒在床边的大飞 吓得大叫一声 引着可汗出现 可汗看着躺在床上的朵儿 心里有些愧疚 把怒火撒在阿敏身上 并叮嘱他 要是大飞再有任何意外 便让他陪葬 然而就在朵儿以为日子会好过些 随着阿敏竟得到可汗的宠爱 很快便有了几次 但他竟与莫连联合起来 当众欺负他 朵儿想要辩解 怎料阿敏立刻冲过去 大声斥责他的不是 看着昔日主仆情深的两人 现在仿佛似仇人般 莫连在一旁乐开了花 随即假装好心 让丫鬟上前劝架 不料却在这个过程中 令阿敏直接摔下台阶 看着他鲜血流一地 莫连心满意足离开 可汗得到消息通通赶去 听大夫说孩子没保住 像看垃圾一般 嫌弃地抛下他离开 之后更是惩罚阿敏在院中暴晒 阿敏见到莫连经过 立刻上前苦苦哀求 希望他能帮忙求情 而莫连十分明白 阿敏对于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于是毫不留情地踢开他 借着大步走进屋子 这只朵儿来到阿敏身边 温柔地告诉他 自己已经向可汗求握行 让他继续做丫鬟 阿敏转头看向朵儿 眼里满是悔恨的泪水 很快大心攻打查哈尔 他们步步紧逼 可汗节节落败 更是被独死在宴会上 查哈尔一片混乱 是位大壮趁机夺权 直接将刀架到莫连博尖 并将他软禁起来 莫连以后的日子 逐地会在羞辱中路过 然而大心的皇后 正是朵儿姑姑 她专门派人去接朵儿 他们一行人坐马车回京城 怎样晚上 却遇到查哈尔的追兵 叫他们躲得快 但朵儿身体十分虚弱 只能在阿米的搀扶下前行 几人走了三天两夜 他们终于到了皇宫 朵儿也见到了妹妹丽儿 两人热络地聊天 她羡慕妹妹 得到皇上的恩宠 还有个漂亮的公主 丽儿却紧揍眉头 称后宫的争斗更加残酷 并没有表面来的风光 接着劝慰姐姐 让她赶紧回科尔界 在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晚上皇后与皇上闲聊 刻意提及朵儿 说她嫁到查哈尔日子 过得不太好 脸色看起来非常憔悴 皇上听后顿时有了精神 之前曾经远远见了朵儿一眼 被她身子吸引 但以后来询问皇后 大金攻打查哈尔 她是否记仇 得到否定的答案 皇上立刻告诉皇后 可以让朵儿多住些时日 皇后瞬间明白皇上的意思 虽然心中不快 但嘴上还是答应她 而朵儿第一次看到 金碧辉煌的宫殿非常震撼 感受到皇上的仁慈 旁边的阿敏擅自提议 这里如此的好 他们可以选择留下 朵儿想起有姑姑和妹妹做伴 心里有所动摇 可自己已经答应妹妹 要回克尔沁 此时反悔 着实不妥 到了第二天 皇后命嬷嬷来到丽儿请宫 传了她的口语 要朵儿务必参加今晚的宴会 并且送来了礼物 丽儿自然明白皇后的意思 她是要利用他们姐妹俩 来获得皇上的宠爱 丽儿不想让朵儿 陷入后宫的争斗中 于是打算让她参加完宴会就走 另一边朵儿看着名贵的礼物 眼睛里都放出了光 她正要佩戴金手镯 丽儿匆忙走进房间 把她的决定告诉姐姐 就在这时 皇后也过来了 见朵儿并未装扮 便立刻询问原有 丽儿当即说出 姐姐看皇上一面 就要马上返回克尔沁 皇后肯定不会如丽儿的愿 满脸笑容说道 晚上的宴会 所有嫔妃都会参加 让朵儿盛装出席 不要丢了克尔沁的脸 丽儿还要替姐姐说话 但却被她阻止 朵儿想自己做回主 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宴会开始 朵儿作为压轴出现 空中配合的 挑着玫瑰花瓣 趁着她的脸庞 格外娇艳 连皇上都看傻了眼 惊但她不会是 草原第一美人 皇后转头看皇后的表情 立刻明白 事情已经成功 后宫会再多一位 克尔沁的妃子 皇上片刻才回过神 专门给她赐了座 宴会上 美女跳着妖娄的舞蹈 丝毫没吸引到皇上的注意 她的眼神 一个都会从朵儿身上移开 可就在这时 巫女不小心打翻烛台 柔弱的朵儿 一下子被吓晕过去 皇上一夜没喝眼 陪在她的身边 直到次日她醒来 朵儿看到床边的皇上 非常震惊 直到她一直守着自己 心里十分感动 皇上连忙 接过阿民手中汤药 亲自为朵儿喝下 还调侃道 她从没因为女子 而不上草潮 朵儿听后 受宠若惊 怕自己担上 祸国殃民罪名 联盟劝皇上去上朝 皇上见朵儿如此善良 心里就更加喜欢 忍不住握紧她的手 下午皇后 专门找到朵儿 言语中都是希望她留下 并讲述皇上 对她的宠爱 朵儿想起 已经答应了妹妹 返回戈尔进 于是挽救皇后 但皇后仍不死心 就是要两姐妹争宠 她好鱼翁得利 再次说出 待在皇宫的立处 朵儿也感受到 皇上的宠爱 不愿离开这里 心中十分犹豫 到了晚上 朵儿还是换上了 丫鬟的服饰 在利尔贴身侍女的带领下 小心翼走在公道上 谁知皇上恰好路过 他们刻意低头行礼 下一秒 阿敏突然大叫一声 立刻就吸引到皇上的注意 他定睛一看 居然是心爱的朵儿 当即把三人带回大殿 皇上并没有大怒 而是质问他 为何要连夜逃走 随后直接表达爱意 接着不给朵儿任何辩解 继续说道 如果他是要走 自己也不会拦着 此时的朵儿早已心动 想要陪在皇上身边 可他又不知该如何表达 皇上体贴朵儿折腾一晚 便让他先去休息 不再追究 隔天朵儿落寞站在亭子下 看着满月的樱花 不知该何去何从 这时皇上悄悄来着他身边 提醒初春挂的风 还是有些寒 让他注意身体 朵儿听后急忙行礼 皇上却连忙辅助他 然后询问朵儿 是否想好去留 见面犹豫不决 就知道自己有机会 皇上招手让朵儿过来 又一次表达了爱意 正会保护他一辈子 朵儿瞬间被打动 但怕皇上错爱 他根本配不上 皇上立马明白朵儿心意 豪放地抱他入怀 大白天就上演火辣的场景 不得不说 皇上办事效率非常高 下午就封朵儿为妃 并赏赐他50个丫鬟 还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 此刻的朵儿也算苦尽甘来 终于等到了将他捧在手心的人 未来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关注八两 下集更精彩